两名外籍劳工装载骑着脚踏车 下班回公司拿东西 但后方一辆银色小客车 突然快速的追了上去 当街殴打又抢劫 被打的外劳鱼记有存 身上耳朵 脚踝也都受伤 但为什么被打 他们也觉得莫名其妙 直接开到他们前面把他们拦下来 然后人就拖下来打这样 不仅被打身上的鞋背包 也被三名男子给抢走了 辛苦存下1万9千元的台币 还有1万5千元的越南盾 跟手机也全部都被抢走 警方循现将三名打人的男子 逮捕归案 但为什么要打人还抢劫 他们说只是酒后起义 好玩而已 这几个年轻人后来很后悔 因为他们当时因为喝酒 只是觉得好玩 男子一时好玩 欧人又打劫 事后表示非常后悔 但是警方说因为犯案者是三人 原本强盗罪现在变成加重强盗罪 刑则从三年以上变成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 一时好玩 也让三人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记得差一款在南投的采访报导